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时候皇帝的一个善意的举动 便会让大臣们浮想联天 甚至吓得反叛 李怀光是唐德宗年间名将 本姓儒 祖上战功卓著 被唐朝皇帝赐姓礼 李怀光本人也不差 以作战勇猛名扬天下 唐朝名将郭子夷颇为看重此人 军中日常事务都是交给他打理 剑中四年 怀西节度使李希列叛变 发兵三万 围困河南 香城等地 唐德宗照令各道兵马援救 京元节度使姚令元帅五千士族抵达长安 当时天寒地宗 士兵又累又乐 本以为到长安后会得到优厚赏赐 结果一无所获 等京元将士到达产水后 朝廷竟只给这些将士粗笔饭时 将士群情激愤 老子们拿命去评判 结果朝廷都不愿意让吃饱肚子 穷 林 大赢二户 有的是金银财宝 朝廷不给 我们自己去拿 京元将士临阵倒戈 拥护诸此为主帅 攻入长安 大肆强掠 唐德宗带着皇子皇妃 在宦官的保护下 匡忙逃往奉天 并赶紧告知河北仲将速速勤忙 当李怀光接到唐德宗命令后 二话不说 直奔奉天 沿途数次击败诸此军队 求此一生才到达奉天城下 李怀光把京元军队判变了责任 归咎于卢奇 赵瓒 白志珍这些奸臣 沿途叫逍要杀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 归咎 赵瓒 白志珍等人 害怕李怀光 找各种理由将他拦在城外 为安抚李怀光 唐德宗只能将归咎 赵瓒 白志珍等人贬官 并加封李怀光为太尾 赐丹书铁卷 可李怀光见到丹书铁卷后 不喜反怒 说 丹书铁卷不都是赐给叛臣的吗 皇帝这是叫我叛变呢 气得直接将铁券扔在地上 没几天便传来李怀光叛变 与诸子联合的消息 后来李怀 光被布下割了脑袋 作为归顺唐朝的资本 儿子也被杀光 李怀光虽叛变 但唐德宗感激他就驾有功 让他的外孙改姓李 侍奉李怀光的夫人 作为他的继承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